大家好,我是乔年 今天是1月8号 也就是3号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道士晚会现场 前面我已经直播了两场 给大姑和大姑父看 两位老人家激动的两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我说大姑父我们暂停不看了 大姑父说一定要看看国民党的道士晚会 因为国民党在他的脑海中 是一个一时一时的大党 他的期望值很高 但是这个党的区别就是跟年轻的党不一样 年轻的党都是很赶潮流的 他们的宗室晚会 前三四个小时就已经热场了 这样的老党还是按老一炮 天黑才开始 我之所以今天才上传这些影片 因为12月30号是白党 1月6号是绿党 1月8号才是蓝党 我已经在跟姑姑连线了 还没开通 姑姑已经开通了 再叫大姑姑 大姑姑你看 这是国民党号式晚会 这个党你也会很幸福 大姑姑 你怎么也把牙齿拿上来了 去养了才去睡觉了 你党就像你那老人家一样 他不会像一下年轻的党 下午早早都开幕 让大家先看看热闹 先热躺 他弄到这样半夜才开幕 你看你都要躺下去睡觉了 他不说他不好意思 他都把牙齿拿上来了 这个大姓晚会在高铁站这里 在小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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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东西都是小指扣 可以戴在手指扣上 在小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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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巫 就等到7点钟以后差不多就来了 他在这选举都是找一些年轻人上来跳舞唱歌 因为这个时候互选人还没有到 所以大家那个喊喊动论热闹一下 没怎么回事 他们在呐喊动论是炒热现场的气氛 有个人留言说为什么不先播国民党的造势现场 那不软号码是123号 大家别挑理 12月30号我就拍了柯文哲的造势现场 我是在等1月6号的绿色 还有1月8号的蓝色 这三场造势活动我都拍了我才能上传 我对三场不做任何评论 只要两位老人家开心的看就好 大姑说了台湾的选举活动比电视剧还好看 两位老人家这几天的看啊看 因为12月30号拍了一场 这两场分别是1月6号和1月8号 对中华民国的自由是全台湾人民的图求了 这个是不中的事实 大家都希望中华民国是自由的 让反贪腐的声音被听见 让人民的怒话被听见 大姑说现场声音大 他还是永远说不尽 大姑跟本就是 有大姑说给他讲解 大姑说是民国出生的人 现在看中华民国对了选总统 竟然没有你的份 我真不知道大姑说你怎么想 怎么有一定有看看 中华民国选总统 不顾不顾不顾 别看别被想 台湾的主持人真是不简单 这个嗓子就又喊破了 真不容易 各位台湾的主郎 亲爱的小亲好朋友大家好 市长好 这个人叫做卢宣燕是台湾的市长 回想了一年以前 各政党开始办法 他讲的都是国语 决定要知名总统候选人 当时也有很多人支持我 劝敬我 叫我选总统 甚至有些人 帮我联署 拍到这里 已经是第三场的台湾道士晚会了 大姑和大姑父 因为下大雪的原因 两个老人家都不能下楼 每天早上吃完饭就想跟子女连线 让我拍台湾给他们看 他们喜欢台湾的公园 看我去捡无患子 他们就一直盯着看 我就拍我们这边的派市场给他们看 但是最最喜欢喜欢看的还是台湾的选举 它理解成人民代表 我说人民代表是上面指派的 我们这里的议员或者是立委 连个里长都没有人指派 都要我们投票选举 所以我们这里的选举是多么的神圣 这里的选票都在自己手中 就属于自己说了算 总是八家一全雷达 大姑父他说全雷达 全雷达就是公共当选的意思 因为他们的打棒 就有一个名称叫做全雷达 我们有人为财 请周全雷达 我周全雷达 大家很激动都站起来喊动断希望当选 他喊的是侯友仪动断就是当选的意思 大姑父听不懂的这是干什么 现在侯友仪快来了 只要候选人来了 这个晚会就快结束了 大姑又过来看了要看候选人 我说你们两个人一个人一个一个电话多方便 大姑又过来看了 前面的两场晚会都看过了 只要这个候选人快来的时候 大家就吸一口澎湃就热闹了 这不他上来了 也是很多的水虫 只要是总统附险人国家都可以派水虫来保护 好了差不多了 只要总统来了我们就赶快撤了 撤的晚了就会出不去 好了大姑父后边我录给你看再见再见 大姑父看完了中国国民党造势晚会 也说了一句话 姑父没有看到真正的台湾 对国民党的印象还挺实在以前的印象 今天看了这三场的台湾的造势晚会 姑父只说了两个字 枉然啊 姑父很多话都在私下给我表达 我对这三党不做任何评论 不天不疑 只是为了这样高龄的二老 了解我在台湾的生活 正算是每个台湾人不可缺少的生活之一 希望大家正在面对 更加真心我们台湾的民族自由 何种的可贵